所以我想都会按照这样的选举的游戏规则来处理 都非常尊重 不错因为一般都来讲说市长在任期结束 你有可能是下一届选市长的人选 那你这一次选举的就是问你下一次市长选举做一个扑判 我不敢这样想 因为每一次的选举都有每次选举有胜败 胜败通常都不会由我们决定是由选民来决定 如果选民认为我可以担任立委 他会把票投给我 那如果选民认为我还是可以担任市长 未来市长的候选人会超过五个六个以上 我也愿意接受民进党内的党内机制来做主理 这位所有民认为我们处理 旧代宿主督 十位共议 每个新春担战价 现在 现在 看到 有我们老世锋富市长 先去家 各个议员 各个议员 有我们和拳风议员 李柯银 邱俊宪议员 邱俊宪议员 罗鼎晨议员 罗鼎晨议员 谢谢